每逢我们需要比较两个数的大小的人 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借用这个除法的 那看看 每逢我们需要比较两个数的大小的人 看看哪个大 看看哪个小的人 我们一般都会借用这个减法的 看一看减出来的数和0的关系 又或者我们可以借用除法 看看除出来的数和1的关系 那这次我们手上就有两条polyomial 那对于polyomial的处理来说 如果你用除法的话就未必太麻烦了 那所以这次我们都会沿用旧的模式 就是用减法来看一看 这两个数的关系 看看哪个大哪个小的 那首先有一个就是 7x的平方 那然后它加5的 那另外一条呢就是4x的平方 那它加5x 减4 那两条式的相差呢就是 7-4就是3个x的平方 那中间这个就是0-5 那就是负5x 然后正5 减1个负4 那负负得正 那就是加9了 那我们得出这条式之后呢 那我们还未知道这个东西和0的关系 那我们需要知道它 到底是正数还是负数的话呢 一般来说我们对二次方程的处理呢 都是会选择用配方 就是complete了这个square 那我们看看这条式可以怎么complete了这个square 那那题目都给了个提示 你说要对于任何数的x 任何实数的x 那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都没得选择了 就选择用配方 那把这条式配方 配方的第一步呢 就是首先把x 平方的系数呢 就是前面的这个3呢 将它逼到变成1了 那怎样逼法呢 就是这样的 首先就减粗抽个3出来吧 那一般来说呢 我们只需要 group起这两个东西 x的平方和x 这两个系数group起就可以了 那所以呢 我们就用这个quare 入住这两个东西 就是x的平方 那这个减5的x呢 在3里面就变成5over3个x 那然后这个东西呢 就加回后面的9的 那下一步呢 我们就会将这个x的系数呢 变形的哦 那那怎么变法呢 首先前面的这些照抄 这个东西变形呢 就是首先减一个2 然后将会乘以x的 那这个东西就不变的了 无论怎样都是这样的 就是除非这个未知数可能不是x 那这个乘的东西就不是x的 那但是一般来说都是不变的 那而剩下的东西呢 我们就要乘一个物体 那这个物体呢 就是要将它乘以2之后呢 等回于这个系数的 就是5over3 那有什么乘以2之后 会等于5over3呢 那就要出这个5over6的 那然后呢 既然我们有这个东西呢 那就是配方的精髓了 就是我们要额外配多一件东西 配多一件什么呢 就是绿色 括弧这个东西的平方 那就额外加多一件这样的东西 就是5over6的平方的 那之前说了 我们既然是额外加 加一件这样的东西 那所以在括弧的外面呢 我们需要减回同一样的东西 减回这个5over6的平方 那但是这个东西 它一直都在3里面的嘛 那所以我们 无论减的 因为加 因为我们之前在3里面加了这个东西 那么减的呢 我们已经剔除了在3里面的 但是 为了要 加减都要 cancel我们做过的东西呢 那所以 这个都要加回3的 那最后当然加回这个9啦 嗯 那 那 暂时都ok的 那之后下一步呢 这个东西 当然一看就知道它是一个完全平方数啦 平方成什么呢 就是x 然后这个是减 5 over6 的平方 那 那之后我们就要看 这一个系数究竟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 减3 那和一个6我们 约了 那 这个就下面是12 上面呢 5的平方就是25啦 那 那 这个东西 加9 那 这个东西加9 那我们剩下的 其实都是要看一看这个 这个 数字是什么的 那所以这条式呢 我们就会有3 x -5 over6 的平方 那 这个就是 2 有12分之1啦 那 所以 加完9之后呢 我们 出到来的结果就是 加 6 有12分之11啦 那 大家可以 验证一下的 那 然后呢 那我们搞定了 我们 讨论的范围是什么呢 就是 原本是 这个东西 减这个东西 那 那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 嗯 我们配完方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平方 那平方 又是这句 平方 出到来的东西 一定是非负数的 那这个东西一定是大 或是等于0 那 所以既然是这样 我索性 那 最小值 这个东西是0 这个东西是0 那 7x 的平方 加5 这个东西呢 就起码 大过 这个 4x 平方 就是第二个 Polilomium 大过它多少呢 大过它 6 有12分之11 那就是 若膜大过它 等于大过7 那 那 就是这样 那既然 一块A 一块B 那 那么 A-B 它 最小 就是 距离 A-B的距离 最小呢 就是这一块 6 有12分之11 那其他情况 它们的gap 当然就会越来越大 那是这样的话 所以我们就会得知到 7x的平方加5 那 在任何时候 都会大过 4x的平方加5 x-4 就是这样了